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接下来这是到达区 Cerminal 1的到达区 Cerminal 1的就是从飞升跟飞过来的地方 现在从到达区往check-in的这个区走 这个是退税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总是有一大团一大团的游客 总觉得退税 现在没人排队了 这里是Cerminal 1 Cerminal 1就是去飞升跟地区的航班 那我们刚刚是在这边做了check-in 我这个护照带的第一个出镜照 刚才还跟我说了一下 这是你的这个护照的第一个出镜照 这次我们做了第一排 现在已经登机了 那第一站呢就是先从布拉格到都柏林 从都柏林转机去美国呢有一个好处 就是应该在美国进行的入海关的这个操作呢 会在都柏林完成 叫做玉通关 那办理完玉通关以后呢 从逻辑上说 我们就已经到了美国境内了 所以说我们的航班呢就变成了相当于美国内陆航班一样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登机了 阿尔南都柏林天气挺冷的 芝加哥明天好像天气也挺冷 这是刚刚吃完了上午餐 之前呢送了一次小点心 之前那一程短程飞机上呢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程飞机照常 但是呢含酒精的饮料呢都是要收费的 飞机上很冷 然后呢是没有发毯子 我们呢是看到其他人有找空乘要毯子的 我们也去找空乘呢要了毯子 然后说说口罩阴性证明和疫苗的事吧 口罩呢是所有的在机场啊室内啊 还有在飞机上啊全都不强制了 阴性证明呢6月12号 美国不是出台了新的政策 不再要求阴性证明了吗 所以说呢这全程呢就没有再要求阴性证明的事了 那疫苗呢从布拉格飞到都柏林呢是没有人问的 在都柏林转机拿下一程登记牌的时候呢是让我们出示了疫苗的证书 在这边回来回到两个月都里面 到专业的地方 在车转机上 後面上也不发挥了 在车转机上 在这边的车转机上 在车转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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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了芝加哥机场 现在是去找提行李的地方 感觉有点乱闹 机场人很多 飞机上人也很难 对 一直还是不时的看到有人戴口罩 感觉是绕着机场走了一圈 当然是跟着指示了 然后才找到地下 才是去行李的地方 之前也坐过不少的航班 也去过不少的机场 这样的操作还是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们不是已经办了预通关吗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指示呢 是Domestic Baggage Claim 但也不对呀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看到 International什么什么 Baggage Claim 我们现在在等行李 服务观也没有 顺着 Tak从来给我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